我當時已經報紙就是我頭洗下去了 我今天就是想上你 就是要上到你 我今天 就是要 你 你不要想 而且我弄了沒有很久 但不知道就跟 下過雨的地上一樣 一片泥泞 可是你們都不怕就是 懷孕或什麼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他現在那個女兒是不是我的 開胖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我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我跟你講兄弟們精彩的來了喔 來請說 你怎麼套路你的表姐還是堂姐的 就等這一天 反正我跟你們講一個前傳 這個前傳就是 摸哥他說他睡了他的堂姐還是表姐 然後第一集我已經把它剪成精華了 你現在可以VV到來了 請你用字小心 上集說到 我在國中的時候 對我的堂姐就是 埋下了一個性喚醒中 從那之後 其實 只要出現那種大大小小家族聚會場合的時候 我看到他我都不由自主的會勃起 就是會有性衝動 我跟你說 這中間這段過程其實 已經很久 上高中 上大學 都一直不停的有 還是有跟他有聯絡 然後有 是你套路他 還是怎麼樣 當然是我套路他 那你怎麼套路他呢 這不只是套路 而是 你只要對一個女生有興趣 你其實 你這樣子套路人家 人家 就會給你 很明確的 Respect了 你不要亂交 來我先說 你不要亂交 因為我的聊天室 如果套路我的話 我跟你講是行不通的 OK 那是你啊 但是 其他人都會啊 就你不會而已好不好 OK Continue 我一直到我 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我當兵 輾轉得知 從我媽的口中的 他來新竹工作 我想說 他來新竹工作了 OK所以我就看 堂試著聯絡他 知道他家住在 XXX的某處 就樓下是 以前是永和豆漿 他就住在二樓的套房 他的入口就在 永和豆漿旁邊的門 有一個門可以直上二樓 這個入口很重要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然後呢 我發現 就是他住在那之後 我 時不時的 只要當兵放假 我就一直找各種理由去 像是我媽叫我拿東西來給你啊 可是你那個時候 不是已經上過他了嗎 那時候還沒 我現在 現在就是跟你說我怎麼套路 當時怎麼套路他的 OKOK 就是我就一直找藉口 那段時間 就是一直找藉口 放假的時候 就是動不動就約他 他在園區當作業員 所以他的 上班時間就是很固定 啊我就 想辦法找他 他休息我也休息了 就動不動就要去他家找他 那一段時間我已經有點 就是人家口中說的就是 小充腦了 我有點生的快動不掉了 那一天 下定決心 我去找他的時候 我身上只帶了 摩托車鑰匙 我家鐵門的鑰匙沒帶 大門遙控器磁扣沒帶 錢包沒帶 我就什麼都沒帶 我只帶了摩托車鑰匙 然後跟一張Credit Card 就這樣 然後我就出門了 我就去找他 找他之後 晚上他說八點多 無聊耶 我說那不然我們去唱歌 只有兩個人的唱歌 我跟他說啊 我說我是藍夫人吃東西的 你就唱啊 反正我也閒閒沒事 我就吃東西 你表姊的年紀跟你很近嗎 差八歲啊 差八歲還好 去唱歌的這段時間 你知道 我這個人是滴酒不沾的 我就不喝酒 我去了直接先 叫那waiter給我來 上一桶生皮給他喝 然後又叫了一首啤酒給他 然後 幫他點的歌都是那種 男女對唱 稍微帶點tempo的 就是帶點暗示的那種 然後時不時的就 不得不愛 這樣子喔 沒有 是那種 維多利亞的秘密這種歌好不好 你懂嗎 你懂嗎 因為我心裡可能想是那種啊 雄心酒店來 比雄下人在 這 是 維多利亞的秘密這種 這種就 他就有feu了 然後動不動就是 欸 康姐好久沒看到你 然後你最近是 變胖了 然後就 我偷偷的就是去 偷捏人家 我覺得有點 對沒錯 你很賤 你很賤耶 我覺得這招有用 因為已經很close了嘛 他不會 因為這樣防備你 而且他又覺得 噢 你是我弟 應該不會對我興趣吧 還好啦 你摸他還覺得只是正常 就是 欸好像 嗯 有點 沒有啊 哪有 而且女生很care 人家說他胖 他就會 很自動的就是摸他 那個被你摸過的地方 有嗎 那你不能說 你最近好像變瘦在摸他嗎 因為這樣可能會比較開心 沒有 沒有 我就摸了他腰啊 然後說欸好像有點變胖 然後我就 往下探到屁股說 可是這裡 這裡好像有點 這裡沒有變胖啊 他也沒有反抗 也沒有抗拒 OK 第一步完成 已經完成了20% 因為他沒有抗拒你的 這個舉動 然後再來就是 想辦法讓他進入微醺狀態 就是我喝汽水他喝酒 我喝果汽他喝酒的狀態 就是我喝他也喝 我喝他也喝 喝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可以達成大概60%到70% 他已經有點微醺 甚至已經開始有點醉了 當我們唱完歌要回去的時候 他還有大概一首啤酒 還沒喝完 還有大概兩三瓶 拿在手上 我騎著摩托車 載他回他家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今天沒帶我家鑰匙 那我可不遵 因為我晚上 我就沒帶鑰匙啊 我什麼都沒帶 我只帶了摩托車鑰匙 我說 現在才4點多快5點 我什麼都沒有 我沒帶 我快點我只能睡你家了 然後他就 好吧 待會我問你 宵夜場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出事 就是宵夜場 然後4、5點 超容易出事 我跟你講 你們要約就一定要宵夜場 我跟你說 絕對會出 我當時已經報紙就是我頭洗下去了 我今天就是想上你 好 今天 就是要 你 你不要想 再看 破斧成舟 你知道 我就要載他回去 他就是回到他住處的時候 他沿路路上 就給我站上來 在邊唱歌 然後把剩下的啤酒打開 又繼續喝這樣 喝到他家樓下 我說 那不然 我今天就是暫時醉這 他就一直一開始還有點抗 可是我就沒要 什麼都沒有啊 你總不能 你忍心看著你弟就這樣子 就在外面流浪哦 你好歹讓我有個地方睡吧 接了母愛心 你泛爛就 上來 我就跟著他上了 經過那個永和豆漿旁邊的長長的樓 長河樓梯 到那個角度完美 所以稍微有點露出來這樣 請容許我 聊天室不要這樣 聊天室 我自己說 這個 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 聊天室 Oh my God 但是我們兩個都因為這真的太累了 所以當他洗完澡之後他躺 然後就睡著 我還幫他吹了頭髮 我吹完頭髮 他躺下去床上 我想說 這個很曖昧了耶 出來就要開戰的時候 這個moment 我出來的時候他還在 海力的moment 我想說那 睡著了不要蹭人之危 我躺在旁邊 跟著一起睡 稍微 摸一下應該還好 我就抱著他 結果 摸著摸著 李老師靈北也睡著 但是我在 兩三個小時後 因為我手機有12個鬧鐘 我被我鬧鐘吵 我醒來的時候 靠 我怎麼會在這個關鍵時刻睡著 不行 不行 我醒來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先檢查他 是不是還在沉睡 OK 沒問題 睡間 開始 就是 對他上下 他這個時候有回應囉 他非常配合 而且是 會主動 出手出腳的那種 而且 我弄了 沒有很久 但 你知道就跟 下過雨的地上一樣 一片泥泞 你知道他 他好像是就是 我們做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 眼睛睜開 我有點嚇一跳 你們做到一半 你們已經做了嗎 就是那個時候 我摸 摸著摸著就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直接就給他 你叫 Oh my God 天啊 我爸媽會看我的那個 Youtube 以後 我未來的公公也會看怎麼辦啦 你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任何抗拒 甚至有一點 但是後來他好像發現 不太對了 因為他 突然眼睛睜開的時候看到是我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愣住了大概兩秒 但我還是持續了在進行的這個 所謂的物理上的活塞運動 我跟你講 我不相信他被嚇到 不可能 怎麼可能被嚇到 並不是 並不是被嚇到 並不是被嚇到 他後來有說 反正呢 當時在做的時候 他眼睛張開那一瞬間 突然 我看到他眼睛張開的時候 我 惡話不說 就是 臉靠近他的耳朵旁邊 然後 聽他的耳垂 然後跟他說 姐姐我心肯 好想上 結果 他突然就 你知道他 他可以我的回應是 他就是 完全 沒有講任何話 但後來他 有一度把我上半身推開 他跟我說 我們這樣子 可以嗎 我猶豫了一下 我說還是我把床 你知道他 他當下 後面接的這句 注定了就是 你今晚 我們兩個只能有一個 活著走下這張床 他後面回了我一句 現在不要跟我講很多 我現在只想耍 DAM 他講完之後 就是 一路大戰到 到早上 對 最少做了三次吧 做完之後 他清醒了 他就突然就 我在找就知道了 找我去 唱歌的時候 其實你就 你就有意圖了 你看 所以女生也知道 女生也想啊 他就有 知道我對他有意圖 但是他沒有明確的 沒有明確的感覺 他只是覺得我 可能對他有 有想要怎麼 所以啊 就不是你套路他而已啊 他只是 他只是順著你的套路啊 他搞不好他是那個獵人 他想要套路你來套路他啊 反正 維持這段關係 就是從那個晚上 好那你們是維持多久 這後面 後面這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我只要有放假 我們就是 瘋狂的作哀 而且那個時候時間剛好卡在 我記得有卡到聖誕節 你知道 聖誕節當天我休假 他 叫我來 保他的時候 來這個時候說到我剛剛說的 永和豆漿旁邊 他房間在二樓 永和豆漿旁邊那個長樓梯 他從樓梯上走下來 幫我開門 他穿著一件大衣 然後開門之後 跟我說叫我上門 他故意走得很快 就是 我 我就抬頭看了一下 我靠勒 他裡面給我穿什麼 裡面穿 性感 內衣 那種 樓空 就是我從底下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小貓咪的那種 但不得説不說 這一招我也用過 只是我 我是正常人 我是正常人 OK 我不是 我不是那個 我是正常人 OK 看到小貓咪的那個角度 你知道就 喔 上樓不眠 大戰 反正我們約好了嘛 就是 我們維持這段關係的 前提是 你不交男朋友 我不交女朋友 我們這段關係就可以 這樣 但如果其中一方 有交了另外一半 那 請停止這段 荒康的這一切 就 該 宗旨在這裡 可是你們都不怕就是 懷孕或什麼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他現在那個女兒是不是我的 靠派 所以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 因為那個 你剛好都對得上 但 不知道 因為他 當時是都有吃藥 就我跟你說 他都會去買藥來 我會給他錢 我跟他說 還是 上安全 就好不然你每次都要吃藥 這樣 說 可是他就想要 射在你 他可是不能正常的吃病藥就好嗎 他都吃事後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吃事前 反正我們做的時候是 沒有在帶什麼關係 沒有 never 所以你們這段關係維持了多久 三個月嗎 三個多月啊 你那時候幾歲 2324 話續接就是做跟 堂姊做完之後 堂姊其實有去查 就是我堂姊在隔天的 我們當天做完的隔天 下午 上個時候他打電話給我 說過了 我們是無等級 做愛不犯法 讓我吃了一個定心丸 好 不過還是很奇怪 還是很奇怪 好不好 等一下 我幫我媽還有我爸的朋友 或是我誰 哪個親戚 還有未來公公 我跟你講 這個是聊天室的故事 不是我的 我覺得不可能 而且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女性 重點是 未來的公公 或未來的婆婆 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女性 Like 這個就是 一般人類 就是世俗的就是 I don't do this Like This is crazy 那如果未來有結婚的話 Come on 我只會跟 就是你的兒子發生關係而已 因為我 我有性解癖 OK 我們有時候這個東西要留很久的嘛 五六年回去看到這個影片怎麼辦 現在有什麼問題 要問摩哥的 你們現在可以問 這難說 很小心 很多人不想努力了 你要 如果 如果以我們當時在 就是我們認識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是姊姊 還不是阿姨 那個時候是姊姊 靠 我跟你說 更 更多人想上你 我沒有騙你 我們是 很好的朋友 但我們不可以 OK 因為我們的 圈子不太一樣 但 OK 共同的話題就是 遊戲 跟 所以 我說的這個只是 跟你說 其實很多人 都會有 就是 對 比較美好的 事物 不會有幻想 正常 那你覺得我是美好的事物嗎 當然 你知道當時我們合照 一堆那個眼光過來可以殺人 摩哥我以前跟現在 一樣漂亮吧 越來越成熟 有韻味 有韻味 以前真的是比較 那個時候是因為還是 那個時候應該是因為還是 空姐 但現在感覺放的 尺度比較大 原本是住山上 現在住海邊了 OK 聊天室 你們不要休想 把這招用在我身上 摩哥 你告訴他們 為什麼不能用在我身上 我這個人是怎樣的 你要 你要講清楚 欸 你不要這樣看喔 是很多人 偷偷給我告白的 你們 我也是一個很謠狡的女子 你們不可能套入到他 他其實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這樣 他其實很 很怎樣 他真的很 就是很 traditional 很傳統的 他很traditional 對 真的很傳統 你就是一個很傳統女子 怎麼辦 現在你們都知道了 好不好 我整天在那邊刷肉奶 然後怎樣怎樣的 OK 我心裡面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可以了吧 我直接當然要講清楚啊 他 他真的算是很傳統 他有一點點 別平 感情潔癖跟 那個 那方面 是不是潔癖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感 有一點 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 你們要套入他 我覺得有點 加上他現在 在 現在已經是以前的 就多了那麼多年的歷練 其實 看了看了 你很會講話 你求生欲很強耶 你可以做這個 這支影片的結尾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有更多的故事 下期再見 你還有更多的故事 你還有更多的故事喔 你要等經一點耶 掰掰 你真的太荒謬了 你也會做這個 嗎 我記得按摩 那些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